中国官媒央视调查节目追踪买卖学籍问题 指出网路上有教育机构打着进校时间快 高中借读名号 私下却从事空挂学籍交易 标榜帮忙学生把学籍注册在某学校 人籍分离 人不用进教室上课 三年后照样拿到毕业证书 记者以家长身份与多间机构进行咨询 业者遮遮掩掩 表示网上无法说太多 而该机构网站上还显示在教育界有十多年经验 明知违法还要做 类似这样的机构遍布全中国 把学籍当生意做就是因为好赚 一单学籍费至少两万人民币 相当于新台币九万 为规避监管只收现金 还信誓旦旦保证绝对零风险 根据调查武汉等地至少五间高职配合提供空挂学籍 只要求学生定期打卡 会有这类乱象 一部分是因为中国各地大学入学考录取分数差异大 有家长会签户口到招收门槛较低省市 业者协助学生透过空挂学籍 拿到录取线较低省市的在地学籍 为挤入大学窄门取得先机 高考移民产业链在升学主义下大发力士 也成为各界检讨的议题 在地新闻科亚韩报导